好了 說了今晚10點 但是早了 早了就開始了 十多分鐘 通常時間都是差不多 好了 今晚我和Eric Nick和Marcus 暫時都是決陣的 但是這個星期 當然很多話題 關於轉會 尤其是 今年真的冬季轉會 很熱鬧 而且很多都還未完 我覺得今年 我想起頭也是因為 其實自從尼馬的轉會 是一個真的胡蝶效應 導致到今天 還是繼續 延續著這個效應 我覺得是 一方面 第二就是 我想有一個 考慮因素也值得一提 尤其是英超 因為1819年球季開始 其實英超賽會 在財政的預算方面 是限定了 一般球會在工資方面 是不能增加超過700萬磅 換言之即是 如果你現在 你去簽球星的話 可能是有預算上面的 一些考慮也不一定 那你說 會不會是 正正好就是 在100年夏天之前 快點去催生某些交易 比如你看 在山齊時這單交易 有很多人都說 那他都29 是 如果按年齡 按天兜力 市場上是不是應該還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因為你夏天 世界杯完了 那你有一堆人彈起 照到你選擇有多 那為什麼你一定要是 現在好像要跟曼城這樣搶發呢 是不是 那我自己 當然我對這單交易 你問我是不是完全支持 我是有保留的 但是如果你說同情地理解 為什麼曼團要這樣搶發呢 其實也可能跟剛才我講的 那個 因素是有些關係的 那當然今晚講著 以前也講了英超上個禮拜 一場大戰 那你又終於破了 曼城的不敗之身 即是甘身 大家都興奮 我沒有說馬後跑的 我很記得早幾個禮拜 證明說可能是李日寶寶 誰知果然真的是李日寶寶 有時候領隊都是格吃格的 當然 李日寶也 這一場球對李日寶球迷 或者李日寶上下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場球 老實說 贏了這一場 拿不到很多聯賽冠軍 是肯定拿不到的 絕對還是萬成拿到的 但問題是這場球 就是後古天圖的時間 一個很大的考驗 還有你日寶整隊 我經常都說 有時候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節目 因為我們說 你日寶 要成為一隊強隊 或者 Eric也說過 你要成為一隊強隊 就要經常 你起碼 首先每年打歐盾 二來就是你所有的硬仗 麻煩你對親這些隊 你都要 要來了 要誓他 現在就是 我經常都形容 我想我早兩季開始形容 就是 你日寶和阿仙套 那個位置 那個地位 那個地位 好像逆轉了 以前呢 這個事情 就在阿仙套身上發生的 就是 OK 連打歐盾 然後打硬仗都OK 但是現在反過來 你日寶 就去那個位 但是相反 至此軟皮蛇 就是阿仙套 所以今晚 大家放心 阿仙套一定會說的 因為轉會都牽涉 曼聯 阿仙套 你日寶 當然 這場波也一定要說 和曼城 這場波當然 如果看回 後古天奴年代 就是我們 古埃及文明 就沒有了古 埃及文明 但是這場波 我覺得 像是一貫高譜的 那種踢法 還有 我覺得你阿浦的唯一 有機會 砌低曼城的唯一一種方法 就是 我不管你死 誰知道你死 一來就和你鬥 別想了 因為 老實講 講守波 講猜慢來踢 不夠曼城踢的 必定 如果你整個英超 你整個歐洲 如果猜慢波 跟他踢 好像我們之前也說過 可能歐冠得 五隊之內 只能跟他打慢波 就是有機會 這場波 我覺得最 做得好就是 高普 不管了 反而 反而判輸 我覺得某程 心態上 球員可能覺得 我反正第一場 還得 都輸過這麼大劑 比他 豈有此 你和他死 那種感覺 一方面 另一方面 其實利物浩這個打法 也是 某程度上 針對曼城現在的情況 是 但因為 曼城這場波 我想 看會了兩個人的重要性 就是 我們group裡面都提過 其實沒有了大衛詩 做中前場的銜接 沒錯 是會對曼城現在的戰鬥力 是打很大的折扣 有一段時間 我深信 在網絡世界那裡 是很多人 是在那裡吹捧迪布尼 我不是說迪布尼不厲害 但是這場波 你充分地看到 你沒有了大衛詩華在陣之後 曼城究竟誰更重要 大衛詩華和 Gabriel Jesus 兩個 在中前場那裡 用他們的技術 去銜接隊友 去控制節奏 其實 同時間 曼城的中後場是減壓 你 曼城一旦 在中前場 失去了那個 控制的優勢的時候 連帶你平時 你在比賽裡面 看到那些 表現 所謂最困難的 迪布尼那些 你一看到 受著對面 利物浦的那些迫搶 其實迪布尼的發揮 是受到很大的制衡 所以你問我 今時今日 你說曼城最重要 哪兩位 其實這場波 就已經顯示了給大家看 而且 其實哥迪奧拿 過往打這些 敗仗 你由他 巴塞年代 然後去到 白陽 到今天的曼城 這些波是很典型的 是 中前場 失控的情況之下 後場 直接面對對對 對手的那個 壓迫 跟著呢 就是 今場的波 其實更加肉酸 你很多次看到 連波都運不了半場 是 這個 我想是 對曼城來說 又這樣看 筆塞是一件 就是好事 是 膽了壓 是啊 其實 亦都給你一些訊號 給你哥迪奧拿 是吧 你中後場的抗壓力這麼差 譬如你看一下 費拿典奴金長波 你給對面利物浦 是吧 怎樣按法 是吧 就是 又或者再加上你 曼城後場那一套 這樣的組合 奧達文迪 史東斯 是吧 然後 如果你再跟我說 你曼城要買後衛 你還要去比伊雲斯 還要去比 印尼高 還要寫快一點 我叫曼城的粉絲 你老虎蟹 你也不要比伊雲斯 要比就比印尼高 我想不想 你們應該都沒有怎麼寫 看西甲 是吧 印尼高呢 凸射就OK 是吧 死球都不錯 但是你叫他打中堅 算了吧 我同意你所說 因為郭迪娥年代 就算無論巴塞 或者甚至在白人時間 都是 他們那種防守 或者他們那種球隊的強壯 只不過反過來 就是他們前場一路 和掌控壓著你 來減輕後防線的壓力 好像巴塞年代也是 一打回頭 如果你有些對手 有些快 單對單突破能力 你比較強的前鋒 中前場的球員 其實巴塞的後防 都好像翠華花 當年 你說華迪斯拿那些金手套 大哥 我手差不多 那些球都不到的 對不對 一場球有幾個球 給他破 所以其實巴塞 無論巴塞 拜仁 甚至現在的曼城 都面對這個問題 這場球 對曼城 也是一個現形 這個也可能 甚至是一場 教材式的 書本式的比賽 告訴大家 其實曼城也不太無敵 你看他的後防 市中斯真的不害怕 老實說 如果你看看幾個入球 當然也有門將 譬如艾達神 也有他的錯失 但是其實你看到 澳大民迪和市中斯的防守能力 或者 Erik所說的 抗壓能力 以及 Fanadino 一打得不好 中場的屏障 糟了 一攻到上去 其實都很雞 講得難聽 真的很雞 所以其實這場球 如果看回整隊曼城 我相信這場球是曼城 但是這個球櫃 絕對是最差最差的一場 我要給個quality 比較高譜 其實這場比賽的地物 是做了兩件事 是令到 在比賽裡面拿到很多優勢 第一就是 你看回一個這麼高節奏的 一個迫搶的強度 這麼厲害的比賽裡面 你看到的就是 利物浦很厲害的地方 不是在於他的迫搶這麼簡單 而是 他是連萬成球員身後 那些空間的利用 其實都是非常之好的 你如果是同時 你要做到的就是 迫搶和利用別人身後的空間的話 你可想而知 其實利物浦這對球 在高普的訓練底下 他是要調整到 那些人的那個跑動量 意識各方面 是有一個挺進步的提升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這場比利物浦 他是示範給你看 你要打哥尼奧那些球 你不可以縮後 沒錯 就是有些球迷 有一個說法就是 不是啊 你要對付哥尼奧那套辦法的話 我們可以複製回國際米蘭當年的方程 就是阿摩聯奧那套 但是其實你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方法其實不是死的 你反過來利物浦 如果你看到防線是這樣的一個 陣勢的時候 雲迪克金場有缺陣的話 其實就看看中場 怎樣去做一個所謂的保護 所以其實你看回利物浦金場 他很多的一些迫搶 或者是防守等等 其實很多時間是看到 他是不會縮回自己的半場 他就集中在中場那裡 其實是 還有我們經常都 如果你自己在踢球裡 你會明白到 如果對方很好打球的時候 如果你還給對方 在你的後場 用著那個球 不斷拆 不斷消耗你的體能 然後令到你失位的時候 其實你更難踢 所以這一局當然 你已經贏了一個球 大家就說 高普很厲害 或者利物浦拼中了 但是也可以這樣想 如果他們不斷打的時候 又是一場大屠殺都未定 如果縮在後面等 你想到利物浦 老實說這場球 如果你說利物浦後防 尤其是到尾段 我都猜他會再失回球 問題就是 失回多少個球 因為他們上場 那個球 或者叫做頭六七十分鐘 是高得很厲害的 高得很厲害的 高到後下 贏了4比1之後 根本就開始有些回了 要休息了 要休息了 所以你想一下那個球 尤其是我罵那個球 就是4比3個球 不是4比2個球 所以4比3個球 就是跟著選 有什麼理由 可以在禁區中 三個圍著 可以高球 照下來 貼下來 慢慢彈入 你三個圍著 都可以被他起了腳 這球可以觸證 其實你先抱個後盆 其實都是很差的 但是有一點 又要稱讚 真的要講講張白琳 聽眾說要稱讚維納道母 我覺得維納道母 是很好的 但是 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時間 講張白琳這個人 是因為其實他某程度上 代表到現在這一代 甚至乎 我想不止是這一代 阿肥蘇 你看看英雅的中場 都知道 其實反而 英雅中場的優勢 一向都不是集中在中路 反而是踢邊 沒錯 所以我為什麼以前看謝拉特 我不覺得其實謝拉特 真正的天範是踢中間的 我覺得反而他應該踢邊 以前他是踢邊 如果你要留意阿賓尼迪斯 他曾經怎樣擺在謝拉特 最初他都不是擺在謝拉特 做托利斯後面的收腳點 反而是擺在邊踢 我用這個講法去介紹張白琳的原因 因為 張白琳這個中場 你要他去踢一個類似四中場 中場中 就未必是這麼容易升任到的 但是現在 如果他收入去一個體系裡面 他是 一個叫靠右一點 但是 國內的講法 有點小像叫邊前衛 就是他那種這樣的特色 是介乎在邊線與中路之間 那一類的角色 其實就很發揮到他的特場了 無論是回防 還是他可以偶爾有一些落底傳中 還是助攻助手 一些box to box的工作等等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場球 我覺得 張白琳首先他在右手邊的防守 其實是要給他很多 credit 是 張白琳這件事 尤其是這場球 我相信 也都是 去了里日浦之後 他打得最好 你看到他的決心 和他拿著球 他知道在做什麼 我相信 他和里日浦的隊員 隊友的默契 跑位 完全開始 夾到了 你當年不能夠 用他和古天奴的比較 是完全一個 完全兩類型 一個蘋果 一個橙 但是問題是 現在 以高普的踢法 或者 戰術體系 是絕對對的 這件事也是 其實 如果說回來 他在亞洲年代 是不是很差 他真的不是很差 真的 他發揮了作用 又攻又守 而且 他又不是完全是邊路 他可以 捱入中間一點點 還有里日浦現在 當然 我們上次也提過 蘇格蘭的左閘 羅拔神 其實是越打越好 我只能夠說 所以我 個人 我都覺得 如果他打的證書 是合理的 他的波 你相對來說 是覺得他比較粗糙 但是他的法 他 起碼失位的程度 也不是很多 你只能夠說 他是一種 傳統英式 波到人到那種後衛 而且他 也很定 比我覺得他的 用波能力 其實是提升了的 另外 也要再讚高寶多一次 是 因為他下半場 其實有一種 是針對萬成的中場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說 沒有了大衛詩華的萬成中場 其實中前場行接 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是的 不僅是中前場行接 你看看 甘道簡這場 看看大衛詩華 和他的類比 已經是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完全有一個差距 費拿丁奴和庚道簡 甚至乎是禁區前的防守 都是很多很多缺失 而他下半場的高寶 他還用多一招 就是 你看得到 都幾針對性 部署 用張伯倫去釘 敵到你 也是一個妙著 我覺得 這場球 如果真的要給credit的話 一方面是高寶這些 用兵方面 其實都夠針對性 第二 我想就是 同時間 這個也是曼城自己的問題 如果你說曼城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的應對 更加需要 就是打箭頭的那位 其實就是阿古魯 要多一點 翻後拿球 要拿球 阿古魯不合格 真的不合格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曼城 當初說要買三成士 我覺得 現在曼城 退出三成士的爭奪戰 可能是出於 所謂的 經濟理由 或者跟衣室理由 萬成就不決錢 不過我覺得 你花錢在一個29歲的人身上 淫合你 但是你看看阿古魯 今集的做球 我覺得 哥迪奧娜 本身 應該是 心裏面 已經是 判了死刑 你在大戰裏面 你加過這樣的功課出來 你平時 你打藥女 沒有問題的 阿古魯 因為他至少 有保證 沒錯 但哥迪奧娜 對箭頭位置的 那個要求和理解 當然是大家看過巴塞的 所謂的弱線 年代以來 到現在為止 都不會覺得 阿古魯 真的能滿足到 哥迪奧娜的需要 絕對是 因為如果 說回巴塞 甚至荷蘭 的理念 再加上 甚至後期 演化到現在 哥迪奧娜 用兵的狀況 那個中鋒位 或者前鋒位 其實 是要做很多事情的 即是 要 Deep lying 走下來 拿球 做一個 銜接位 要 要多跑動 甚至 當然他也有 自己個人的能力 等等 但是阿古魯 就太過 典型 就是禁區型 等你 你餵 我餵到球 我就搞定了 但是你餵不到球 那你沒有了 控制權 那怎麼辦 其實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阿古魯 所以 這件事情 所以 也解釋了 或者 那張答案子 就告訴大家 為什麼 Cloric奧娜 不是很喜歡他 這個其中一個原因 我想這場 其實也是一個 很好的 就是 當然要告訴大家 就是 加比爾 以及 戴衛斯華的功用 如果 讓我想起 當年 巴塞 沒有美斯 也不要緊 沒有沙圍 真的很重要 其實那個道理 也是一樣 我聽了我問 可不可以用貝拿道斯華 代戴衛斯華 頂住 但是 還未到那個位 還未到 我覺得貝拿道斯華 還在適應應 英超 甚至適應 曼城整個體系的運轉 現在還在摸 很緊 風路是相似的 但問題是 大衛斯華 你看他踢球 我想 有些地方 暫時 布拉道斯華 是很難取代到的 譬如說 他自己和幾個隊友之間 所謂的 編中的 銜接和配合 那些默契 其實 大衛斯華 本身 大衛斯華 比賽 那些角色 這麼久 布拉道斯華 暫時 不純粹是 默契上 是級數上 是 未到 大衛斯華 畢竟也 本身 一直拼了這麼多年 在萬城陣中 適應 哥迪奧拉的體系 也是容易的 因為本身 他自己的特性 功能 大家記得 大衛斯華 年輕一點 打邊 打中間 然後 現在 鬥後 轉了個角色 沒錯 這件事 有些球員 尤其是 西班牙球員 特別多 中場 卡蘇娜也是 初初 卡蘇娜 在維奈利爾 年輕一點 其實他也是 很前 很邊 但問題 他鬥到 阿仙套 中場 中 中 中 空中 西班牙球員 但是 相反 我相信 普林斯華 須要需要一點時間 這場 對於 萬城 互相反來 也會減壓 我也可以檢視 加上 我覺得 累 我們之前也提過 你要打倒 哥迪奧拉 要求 戰術體系的 理念 和上上下落的頻率 四條戰線這樣踢 真的不容易接受的 所以我講笑那次 我和Eric都說 加比爾現在小傷 休息一兩個月就OK 如果你一直被他這樣搶 搶到五月尾 然後打完一杯 隨時就 要倒閉 那人累 另一方面就是 在歐聯 2月中就再開 歐聯的強度 你說暫時十五強就不用想的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你說到八強 以後你面對的對手 他們的體能狀態 或者是球員班底 吐露配合等等 都可能是和這場差不多 甚至乎是更高一點 其實幻成為什麼一直都說 要抗軍的原因 就是要再做補充的原因 我是理解到的 因為 就算你說 戰術再強也好 那你也是環繞著 球員的個人 能力去展開 你 阿古路這個位 其實 我也不是今天第一天去看的 就是在過往節目裡面 都有講過 其實哥迪奧納本身 是真的不喜歡阿古路 是的 而我覺得現在兩個位置 甚至乎三個位置上面 長遠去想的話 可能防守中場 但是菲蘭蝶奴的位置當然是要想的 但是菲蘭蝶奴 我想短時間內 都很難去找到一個 完全是 合適的人選 可能 較為轉向市場上面 是比較合理的選擇 就是想想中堅和 戰後位置那裡 可不可以盡可能做一些補充 不過時間也不多了 其實萬成 不過我相信萬成也在做事 你應該是在後防線的位置上 其實如果他們不補充 你看看市東斯 始終市東斯 他唯一也是那一句 他拿著護照 漂亮 年輕而已 但是如果你說班數 或者甚至 他的表現 完全是沒有合格的 尤其是打大戰的考驗 這些是 才對球員的級數的 考驗才最大 就是看他輸給 費明盧那球 嚴格上以他的身體對抗性 以及以他的 體型 他有什麼理由會被 明顯給費明盧 第一先吃了位置 第二就是對抗 就是 肩膀 肩膀 壓位的時候 其實完全是虧卓的 又不敢犯規 你覺得很有趣的 其實現在英格蘭的那些 中後場 新的那一批 我不算你現成你 中斯 或者史波林 已經是二十七八 那些年 你可能 用波方面的意識 是稍為好一點點 但是你說 在傳統的正面防守的地方 是不可能跟上一輩的前輩 比 當然我剛才數的那些人名 其實也不見得到很多 是 是不是 都幾大落差 不是 這個就是早前 就是 季初 有一個 輿論 就是說 現在中堅都不是防守 豈有此理 經常在用波 就是全部掛著 用波都不是防守 就是意大利 也是這樣說 現在 戰術體系 或者潮流 導致到 現在後衛的中堅 防守 用波 但是回到說 曼城的問題 我始終覺得 跟哥迪奧拉自己 挑選人 選材那方面 那些考慮 都是有關係的 如果他後場 還是繼續 維持這個 挑選人的思路 其實曼城出去勾戰 也是很大這些危機的 其實歷史也告訴大家 十歲 強如拜人 當時可以以戰養戰 可以在國內 他早上已經沒有敵 但是打到歐戰 也是被他用殘了 甚至在防守那裡 他三屆 他三屆 都在四強 都是防守不行 沒錯 也是這個問題 導致 不可以進入決賽 或者綁到杯 那這場波 當然是很精彩 很值得回味 還有 你普球迷 一直追 一直追 因為其實 回想起來 他們由10月 應該是22 20多日 那場 輸給2次 1比4之後 其實他們都沒有輸過 所以 其實 我最記得 當時我和Eric 季初 做節目的時候 很多人還在罵 高普 快走 炒 又是 到今次 全部 都沒有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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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通 其實你說 利物浦現在的氣氛 我先不要計 教頭的戰術能力 始終你說這些 很見仁見智 有些人還是覺得 高普 怎麼教也好 跟羅喬士差不多 仍然有很多這種想法 但是 你看回球隊的氣氛 是不是 你昨天有看網絡世界 昨天有一個洗腦歌 是啊 有 免得唱出來 你不用看 是不是 大家自己 我也有分享 會搜尋的 其實是 是不是很可愛 有三個小朋友 最可愛 你看到氣氛 沒錯 你買完壁鈴之後 然後 然後 大家反而 是懂得苦中作樂 沒錯 我不跟阿仙奴那些 你聽兵工廠世界 你又知道什麼事 不是知道什麼事 因為暴龍哥 過個星期在吵 在罵 你看看暴龍哥怎麼罵 他那種罵 是好笑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聽完之後 都是灰的 是 但利物浦不是 就是利物浦那些是什麼 你真的找到正面的希望 沒錯 對嗎 這個首先 我覺得 你前任那幾個教頭 是真的做不到的 就做不到的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氣場上的分別 另一件事就是 你這場的大戰 其實也直接驗證了 喂 我沒有古天龍 真的OK 是 是吧 而利物浦大半季來說 你是很長時間 是不在古天龍 其實都是 臨開快車前 一個月 古天龍才叫做正常 正規打回來 沒錯 就是叫做 背回來 所以其實 我想不通 為什麼有些 我覺得有時候 當然有些球迷 有些側迷 對吧 始終都是希望 自己 某些判斷上面 一定是對的 但是你問我 現在高普繼續帶下去 其實是 你們幫我福氣 不是 從來 我們 我都跟球迷朋友說 其實有一件事 真的改變了 就是 高普現在帶領了 至少是 立普那隊球隊 整個球隊和球會 因為以前 立普最慘的是 什麼呢 他給一些萬聯 車仔等等 就是比較堅困的 一直是揹著重擔 就是以前 我們 就是最多聯賽冠軍的 我們是大球會 我們是拿了幾多屆 歐冠 還是揹著 以前那些 所謂的 神魚牌 然後就 我們 因為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當年那個老友 十多年前 他去英超做事 十幾年前 不知道 十多年 是初初英超 就是二千年左右 有個老友 就是第一個亞洲人 在英超聯賽會做事 然後我跟他經常有聯絡 他一回來香港 跟他去見面 他都跟我說 立普是一支很怪的球隊 是一個 永遠 當時 因為他們抓旗 一談所有球會業務 譬如二十個聯賽會 都要坐下來開會 他們硬是搞事 搞事 不開會 也知道 做我樂歌 整天還覺得自己 我們兇了 我們大把冠軍 你認識鐵嗎 那些 還是保住太舊的思維 變成不能開明 不能開放 好像Eric說得很對 他不會幽默的 譬如他不會幽默 去搞一些疑惑 或者去拍 還有近幾年 你看到這兩三年 開始拍了很多片 或者球會的POMO 其實都是個案的 又去探訪 又去跟球員玩 整股一下那些人 你會完全覺得 氣氛的感覺是完全不同了 整個會不同了 我覺得 一方面是 球迷自己底層去發起的 但是從球迷的氣氛 你也看到很多 氣質上很不同 沒錯 其實現在處於那個關口 是一個很有趣的關口 就是說 如果利物浦和阿仙奴 都是同樣以保持前四 來作為一個目標的話 當然我相信 利物浦中的目標 不是只保四 是啊 落差太大了 真的落差太大 你由球迷的整體氣氛 阿仙奴那種 是真的有一種 那些怨氣 那種 不過也算了 他怨氣得來 我覺得 他還懂得找一些 幽默的方法去自嘲 但是大家都知道 也是沒有希望的 是 但躲起來是不同的 而是 我是懂得去找一些 正面的東西 去讓大家 是保持開心的 嗯 而其實你再看回 轉會槍 你看回利物浦和阿仙奴 其實現在呢 都有一些 位置呢 我想大家都看到一個 很明顯的分別 譬如 阿仙奴他現在還在搞那套 所謂平均主義的 薪酬結構 剛剛我在 運動公司 在01 有一篇文章 都在說這件事情 大家都可以看完之後 幫忙分享一下 你在阿仙奴都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在利物浦呢 我在說 我不需要 去刻意用你 弘家那套 去令到球員之間 沒有那種 盼比的心態 但是 我球員能力 就真的在身仇上 我是反映到的 其實是對的 以前古天奴都拿了20萬磅 現在你是黃迪克 我還給你18萬磅 喂 你一對球 真的在說跌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流人的態度上面 你給人的感覺 你是怎麼重視一個人才呢 利物浦呢 至少 都還肯買的 還有你看到 今次的冬季節會槍 還有夏天 只騎不住古天奴 不給酒 然後 是 我不是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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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時間 起碼高普說明 我給我時間 然後 賣的時候 喂 那些這樣的 我當然不肯 麻煩你搞清楚 我不是不賣 這條數不正 這樣 很清楚 賣了 古天奴的價 我們都解釋過 是很合理的 也算合理的 第二 就是在搶雲迪克 那個範疇上 被人 插兩刀 你豈有此理的修咸頓 啊 我們 給你這麼多錢 做你大戶 你還要搞事 豈有此理 然後 大家都想著 還要搞人家 不搞 免得又被人投訴 又被人告 編救 慢成爭 那一下 用這麼多錢 搶回來 還以為 哇 全世界突然震驚了 一個7500萬磅的後衛 是不會在尼泊普身上發生的 就被你發生 所以 我相信尼泊普 這一個多月 就是完全感受到 完全 翻天覆地的改變 Fsg 起碼 我們經常說 沒有這麼多人罵 起碼 起碼 都做幾齣好戲 至少 你這些位 可能 我也不要說 你Fsg 是否特別好 但是 可能在這些 管理的世事上 阿仙奴 和尼泊普 比 可能是尼泊普 現在是略勝一球 是啊 我覺得 還有 其實 你說 還要打扮萬城級別的對手 整隊的士氣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效果 沒錯 這場球和 阿仁迪克 都搞定了他 是不是 就是 贏了兩場 起碼 沒錯 所以起碼 古典奴走好之後 其實這場球 我想是在這裡飆桿 所以 我相信 無論真正的分數上 已經追得很貼 就是大家幾對都是同分 再者 其實就是那個 士氣上 就是欠前四的 那個 那個去勢 就是那個trend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 在賣古典奴之前 有很多 你也在談論的問題 就是說 擔不擔心 古典奴走了 會影響到尼泊普 那種 競爭前四的實力 是不是 你自己是怎麼看的 我不擔心的 我經常都覺得 這個世界現在 尤其是現代的足球世界 但是 哪有說 不是說 誰一定留 誰一定 那他如果重傷 或者他真的不想踢 或者他不對 或者他走下球 很多情況 令到球員 是令到他跌了Walk 或者他不應該出 不一定是他 一定要打正選 所以他走 也都摸口飛 而且現在球員的 留隊的壽命 其實大家想回 很短的 你看得格的那些人 打起來了就很棒 然後 原來那些藥差不多到了 他不肯捉藥 那你吹嗎 你吹不上 所以我覺得 你始終都要放 都要放 大家都保持著關係 然後 寧願拿那塊錢 還有 現有的隊員 再打好一點 是不是不可能呢 我又不相信 全世界沒有了一個 人 或者一個教練 或者一個球員 完全是 噢 不行了 至少我們先看看結果 現在 在聯賽榜 那裡 利物浦已經是 追到上去 這個 跟車路士一樣 第四 第三位 已經是去到 德塞球 是禁贏了車路士 現在又上去 是啊 現在是47分 所以 浪漫員也是3分 是啊 沒錯 所以其實 你說利物浦其實是 經過半季 在沒有古天奴的情況下 再加上 在對付中下游約旅的成績 都叫做一定的進步 這個才是重要的 就是說 你說兩個factor加起來 就施刺 令到現在利物浦 是站在這個位置 大家以往想過 贏到萬城 贏到車路士 隨時輸給搬離 或者甚至輸給那些市督城 西武朗 現在那些真的 令人放心 真的 入親都還要大大劑 現在入球 比萬聯更多 除了不夠萬城多 之後 第二入球 最多是你阿浦 沒錯 那 講你的物浦 講很多 講這個傳會 那 阿仙奴 阿仙奴 那一宗傳會 跟這個 就是這個 你們萬聯搶 萬聯 就 很大機會搶贏 現在 那 那 也 comment一下 你們都談論了 你們那邊也是 其實就是 你問我個人立場 我一定覺得 真的太貴了 但是 我覺得 有幾個考慮 因為一開始 我節目開頭的時候 說過 17 18年 sorry 1819年 當然萬聯 其實就未必那麼容易 受這個限制綁住的 因為他 賽會那裡是說明 就是說 你不可以任意加 那700萬磅的 薪酬的開支 除非你是在電視 轉播以外的收入 填回那條數 那萬聯一定是 萬聯一定是沒問題 因為萬聯的 需要開發 需要開發最厲害 反而這一個限制是 對著某一些球隊 就正如剛剛 在香港聯合的編文所說 你 阿仙奴的需要開發 就反而沒有 其他球會那麼突出 其他Big Six的對手那麼突出的時候 反而會容易受這個限制影響 是 那你說 看回萬聯現在 他立山齊次過去 其實很明顯是打右手邊 是 因為我想 左手邊其實 如果真的繼續繼續進去的話 其實 連加特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棋子 其實連加特 我真的 你問我真的 近幾個月 我覺得他打得最好 真的在萬聯暫時 因為連加特 他是一個 那個 你說他各樣的能力都很平均 的一個進攻球員 其實你看他的那個用法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是 我以前comment過 黑人版鄉村真思 你說他是不是很 技術化 是不是很突出 當然不是的 但他勝在些什麼呢 就是如果他打一些小球戰術 就是你跟隊友的那些配合 跑位 跑位 還有就是 他有一樣東西 他更加突出一些 他一腳球好 一腳球好 尤其是射球 就是這些是 舊時 他射球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後天努力練回來的 沒錯 但他那些一腳球 其實應該是 舊時 沒有人是瘋子的 帶的那對青年軍 練出來的那些 扎射的基本功 但是他有一件事 真的 就是 他是會在普巴 壓上去的時候 他是會 貼回去 左手邊的邊線 那裡做回防 就是說 他在這個 左手邊 或者是 中路那裡的 那些回防 是 在米拉恩身上 你是找不到的 絕對 解釋了 為什麼近這兩季 其實 連加特 仍然是可以 搶到正選的原因 他不是真的 純粹是因為 他跟隊友的關係很好 而能夠站到現在這個位置 不夠的 就是 他在工防兩方面的 很多的輸出 其實 就算他天分 不是說突出也好 但他的確是 現在 曼聯的體系 很需要一個球員 喂 會跑 都已經差很遠了 會跑 都已經差很遠 你看看 現在的曼聯鎮中 裡面的那些球員 你叫阿普巴跑嗎 你叫阿龍家公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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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阿龍家公跑 你叫阿龍家公跑 所以其實 他那種 會跑這件事情 對曼聯很需要 山齊士 應該跑回右邊的位置 因為我相信山齊士 過往他有踢過這些位置 還有 第二 就是 我想他在很多地方 尤其他 收割那一下 摩聯鎮都很強烈 就說 曼聯他現在 在入球方面 怎樣做到 入球 怎樣可以 儘量做到分散 是不是 又可以 多一些 球員去 叫做 叫做 令到 勞加那個分 那個負擔 可以 大家分享 我想山齊士 也是一個很好的角色 尤其是 在摩聯套的體系 個人能力 在中後場 在團重兵 或者防守的時候 他這個 是最重要的 山齊士最好的賣點 或者特點 就是 他也可以帶幾十馬 或者甚至 好像剛才 所說的收割 就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 他在不同的位置都可以射門 這個也是重要的 其實不是 你說曼聯是不是沒有 陣中 是不是沒有好的攻擊手 不是沒有 但是要符合到 有跑動能力強 有的時候 有匯防能力 又有 就是那個速率 又OK 又賣門把 又好的 有幾個 其實沒有幾個 真的 有好聽眾問一下 誰需要盧卡斯 是怎樣的 阿肥蘇 盧卡斯 盧卡斯 其實也有 但是盧卡斯 其實他現在近年 我覺得呢 變成了 其實他回防能力 都好了 給你錢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盧卡斯 最大問題就是 你要打 其實摩尼奴 對用的 因為如果經常 人少打人少打 前場 要打快 摩尼奴強調 那些 手轉弓很快 他就對用 但是如果你說 反過來問我 他打慢一點就不行了 為什麼他打PSG 為什麼經常 拿不到證選 或者不肯用他呢 魯素澤 就是因為 魯素澤 你打陣地線 和壓著對手打的時候 他的功用 他的能力 就發揮不了 相對地來說 你看看 摩尼奴 他跪前的 那一套買人的方向 其實他都是想要一些 製造重心的球員 是 勞卡斯 都對的 如果他放在右手邊 都是一個很好的補充 因為其實現在 你左手邊 你連加特 又或者 馬西亞 這些 都已經是佔據了一個 常用的 正宣位置 那我猜 右手邊 其實 摩尼奴近這段時間 都很喜歡用馬達 或者是 馬達 最主要都是馬達 但是 問題是馬達 嚴格來說 他又不是一個邊線類的球員 那我想 這個位置 其實 用三層試是合適的 沒錯 但是當然 都是那樣東西 都是計數 你幾條戰線 你幾條戰線 但是 你又要想回一個問題 就是 他是一個 真的很踢身體的球員 是 我不知道這一點 我有沒有跟聽眾都分享過 就是說 或者肥蘇 你看看 你的觀察如何 做一個南美球員 其實他的上身 是 幾橫 幾厚實的 但是他可能 如果身體 稍為再 差一些 他可能在起腳 的動作 反而沒有這麼理落 是 我略嫌他現在 跟他 真是巔峰 那段時候比 就是 剛剛 剛開始來阿仙奴 那一季比 應該是 那時候的七八成 但是 他來到 萬年 我想 真的 這一季 貨仔 這一季 半季 貨仔 我想你再過兩季之後 其實差不多 而且確實有一點 幾個因素 首先 英超的負荷隊 一個球員 嗯 再加上 你打歐戰 你這幾年 其實山齊士 就打了很多球 這個確實 這個負荷很大 第一 第二 國家隊也是他 國家隊 你看智利 我們 都不是馬歐跑 我跟Marcus 最記得當時做節目 我說 他一打 連會盃 都這麼努力 都還要死 影響 世界波瑞為賽 果然真的影響到 連世界波瑞為賽 最終他的副家 都打不到 沒錯 其實現在 近期 如果你有留意 這些球員 尤其是兩大主力 一個 山齊士 一個圍道 其實是跌得很厲害 我確實證控 跌了 雖然 Eric 之前也有說過 一個問題 就是 你看看 山齊士 是可以進球 但問題是 你看看他 在比賽的表現 或者是 和以往 滿場飛 拿著球 好像 餓球 完全 有些差距 確實 我也贊同 Eric 所說 其實山齊士 現在 這類型球員 你頂多 比兩年 年半至兩年 最多 一句 高峰已經過 因為這樣 跑法 這樣 扯法 我相信 鐵人也會死 但是 又 同時 我們這樣看 你 簽一下 山齊士 的代價 一定不便宜 但是 如果你 買了 山齊士 回來 打右手邊 你要買 個人力強的 進攻球員 我個人已經幫你 買齊了 就是 普巴勒 卡古 山齊士 是不是 然後 米希打 買回來 你又不用了 是不是 其實這裏 加加賣賣準成本 真的很貴 很貴 如果你 下年 是不可以 為球隊 帶來 一些大的 錦標 譬如聯賽 或者歐聯 你沒有藉口 那就是 第三年 現在 現在他還有一年約 其實他當初簽三年 但是現在他就說續約 現在說而已 但是那個其實都很接近的 因為那個sauce都很可信的 其實都說簽到2021年 不是 我在那裏提醒向各位聽眾們 尤其是那些支持摩連龍的孟球 是不是 就算簽了續約 不代表什麼 因為孟球的老巴是格拉莎加 就是 當初你想想一下 雲高爾去駕駛 當然你說摩連龍 今天的地位肯定比雲高很多 絕對 還有去年拿了幾個倍 但是我想類比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你 achieve 不到高層想要的一些目標 沒錯 最後 無論你那份約是簽到什麼時候都好 都是照刺你的而已 雲高爾被刺的時候 他簽的那份約他還有一年 對 就算你摩連龍現在的位置逐了 賠償一定是貴也好 但是如果 achieve不到的 你無論你照樣去打電話找安察樂提 對 照樣去找人 其實沒有問題 對 所以你說 摩連龍是不是可以 所以因為這樣而逃過三年規律 這一點 我不敢說 我不敢寫包單 但大家真的放著雙眼看 現在你說你要的人 你真的齊了 其實 你說 後場呢 是不是 後場我都幫你買賣 不過自己看得不好 這些你自己中服 是不是 你要的人 你齊了 你今年交不了 你今年交不了課 可能我還跟你去嘗試找不同的原因去解釋 是 但是下年你真的交不了 你半點藉口你都沒有 因為現在萬聯的人確實是很齊整 是不是 是啊 甚至乎 還有當時錢費阿信 最後那一代 就是阿雲高爾那些 全部都差不多清得 八八九九九十十 你不要那些人都 沒錯 那 問問聽眾的什麼 車仔炒之前也有續約是 東哥說得對 對 也有續約 所以其實 你說續不續約這些事情 其實老實講 對很多大球會來說 對大球會來說是錢 賠而已 對 沒錯 但是這件事 如果我們說山齊市 現在話說 很多各方的消息都說得很實 山齊市去 但麥希達英 肥佬必須說 你一定要滿足他的個人條件 人工這麼低 怎麼去 肥佬這件事我支持他 沒錯 你說很多公海的人 走來說肥佬又做了不 老實講 經理人一向就在這些位置 經理人就是為球員 為他的僱主 首先我不要為僱主去做任何事情 你為你自己做一筆這些天公地道 沒錯 做經理人吃什麼 做經理人你不吃這些 你吃什麼 我不明白有什麼好罵 剛剛才這個第一件事 第二 你 老實講 你米希達一輪到 今時今日這個地步 你說你足球理念和摩尼奴不對 現在被摩尼奴棄用 然後你拿來做籌碼 扔去阿仙奴 我估不論你米希達一說 你阿仙奴低檔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也好 是 你全世界沒理由覺得 你米希達一現在老鳳 就可以拿來做籌碼 去交換生成事 喂 大哥我老鳳幫你做人球嗎 現在 沒錯 那難道我因為現在 你不願意做人球 我走來罵你 喂 實際上我作為一個進職的員工 我跟你求好像有兩年半約 為什麼我不可以做那兩年半約去呢 你叫我比賽上陣 我照盡力交中 要我練球 練足了 對吧 米希達恩 我們看回他多蒙特年代 他是不是一個比賽態度不好的球員 好好好 他絕對是一個比賽態度不好的球員 其實是 對不對 現在摩尼奴又不對又不好 其實是 是不是 你站在他的角度想 我真的沒有必要 現在我就答應過阿仙奴 為什麼我不可以向阿仙奴 和萬聯巴勤更好的條件 沒錯 是不是 就算你說雲高爾那時候 被炒了 是不是 又再扯遠一點說 是不是 我就是不去交給你 我就是要收你萬聯分錢才走 是啊 公道啊 有什麼問題啊 是不是 我也都不說你萬聯炒 雲高爾 或者是 將米希達恩 人球 是不是合理的 你站在那個人的角度想 我defend我自己的利益 為什麼我要被你罵 沒錯 終於是肥佬這件事說得好 現在不是你生齊事 現在不是你米希達恩 是生齊事的那一部分 是你生齊事的米希達恩 那一部分 是啊 經理人應該這樣說話 沒錯 沒錯 不是這樣說話 為什麼要這麼貴請你回來 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不要在這裡罵肥佬 大家應該向肥佬學習 這些 所以他現在全世界最厲害的 或者叫做最Top的經理人 那時候 昨晚才跟看電影的監製 Ajian說起 阿肥佬現在40多歲 是啊 那你數回他當初幫利維特 做經理人的時候 他應該是20美30歐 很早的 真的很奇怪 一個做廚師出身的人 為什麼他人生的閱歷可以豐富到這樣 哪裏學回來這麼厲害的呢 真的 但是你看回他 當初當阿伊巴的經理人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他的歷史 或者他的事跡 你知不知道 麥士維介紹給他的 是啊 那麥士維說 介紹你的經理人給我認識 阿伊巴就說 介紹肥佬給我認識 阿拉伊奧娜 然後他就跟阿伊奧娜說 阿拉伊奧娜說 為什麼要我打給他 他找我的經理人 當然是他打給我 沒錯 然後就是那個東西 啊 激到 阿伊奧娜就打給他 真的打給他 他說 是啊 他說我從來不簽約的 簽什麼 你信我就信我 不信我就不信我 要不要簽約 這樣 沒錯 他是很囂張的 你想想想他 他說得很對的 你信我就信我 我幫你謀求最大的利益 你信我就OK 你不信我就簽都不用 意思是這樣 是啊 所以 你看到阿肥佬是很會做人 是 為什麼他可以服侍那些client 都是一些 一般人未必接觸到的對象 就是伊巴那些 我都不要數一下伊巴普巴這些 就是當年你壞了 李維特 李維特 又拉數過早記 喂 你都發現 這件事本身難度都高 但是那時候的阿肥佬 可能是二十美三十而已 喂 這麼聰明都可以 他跟阿地維特說 他是信我 我幫你過祖雲達斯 然後你會拿歐洲足球先生 拿金球獎 誰知道真的拿金球獎 不是啊 好厲害 他真的好厲害 真的啊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只是因為當年路馬那件事 在那邊不斷罵他 不是啊 反過來我真的覺得 喂 如果你再說這件事 不要怪我 阿斯米賴球賴 雖然你可能會痛罵我 我是他 當年路馬 或者我是肥佬 其實他最清楚 阿斯米賴發生什麼事 還有看到那個走勢 你看一下 沒有看錯的 其實 這件事我也贊同你 那時候肥佬 不斷叫當年路馬 不要去接阿斯米賴這份 contract 喂 是勸你不要搭沉船 沒錯 你試一下試駕幾個月之後 現在怎麼辦 現在看到了 什麼事 對不對 所以阿肥佬真是好的人 不是 加上他因為 大家如果回想回到 拉伊奧娜 其實早幾年最多的 deal 其實是AC的 當時他有很多球員輸出 其實他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知道阿斯米賴發生什麼事 你都看到那個trend是這樣的 所以今時今日 你說做經理人 你要做到他這麼厲害 真的很厲害 首先 真的懂得做人 懂得做人 但那種所謂懂得做人 是怎樣 是時時刻刻都能夠 令到自己和自己的client 都處於一個有利的位置 沒錯 所以這件事 大家不要純粹在想 阿仙奴 之後的真兵大計 有時候你看轉會 其實應該看一下這些 自己都找一些 叫做什麼 找一些 有價值的東西 放回到袋子 你講講阿仙奴 現在就 是不是米斯連達的關係 所以要串合 麥希達恩 和奧巴美揚 其實都挺像的 因為 米斯連達 當初是有份 將他們兩個帶過多夢特 是的 我想對他們兩個的能力 都叫做有 差不多的掌握 另一方面就是 我想雲家 其實他未必是很有預算 知道 如果生成事 只剩下半年了 是 有什麼的後著 我想雲家是沒有的 你想想 Malcom是一個什麼背景 巴西的逆風 就算他是法隔背景 也好 這幾年 雲家在法隔 那裡 有多少 好的 可以搞回來 早幾年 你看回頭 人家紐卡素 走去法隔 我最記得 就是紐卡素 簽了幾年好東西回來 賓奈花那些 賓奈花 甚至是 木砂絲素糕 那些 一百萬歐簽回來 簡直是經典 因為其實 我 我 講得逐一點 難聽而已 我都在節目裡講 我 不信 雲家 以他的人物網絡 以他的高湖地位 他不知道 法隔球會 求財 即是錢 求財 求財 若渴 逢親 冬季轉會商 幾個球會 整個小球會 就在酒店裡 直接切過 好像人家那些 公展會 即是 擺一個櫃 即時在那裡談 搞定轉會 要錢 賣人 哪有雲爺爺 這麼有part 雲爺爺 怎麼會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 柳加素 簽了這麼多好東西回來 你一個我簽不到 這就是 雲家現在的轉會操作 那裡 是不是反過來 反而太便宜 反而太便宜 太便宜 這個有幾件事 我心上 第一就是 你對球員本身的 能力的判斷 以及 乃至球探的脈絡 是啊 現在差了 因為雲家當初 阿仙奴的成功 因為他用光武尼 是啊 後來光武尼 去到義次 去到利物浦 最後變成 這個就是後話 但是你最當初 阿仙奴最早期那陣 那些法國的外門 其實都是經過沒手的 好對版 好對版 非常對版 但是 自從你光武尼 那個 內圓斷了 然後又連帶 鄧欣 是吧 David Dean David Dean 也都不再掌權之後 其實你雲家 那個馬鈴的重心 都不再是起發格的 沒錯 你要expect他 重演當年 他搞阿仙奴的魔法 我想現在比較困難一點 的確他真的需要找一些好的幫手 一個米斯連達 另外巴塞 那位 沙爾 好像在做 一個是負責談判 一個是負責什麼呢 就是掌握球員數據 做很多scouting 球探網絡 你很明顯看到 Malcom為什麼這件事 可以這麼快 我真的不相信是 黃家做的 這件事應該 可能是沙爾 他在暗淨聊 又或者是 你再看看 米希達恩和 奧巴美 都應該是米斯連達 他私底下的 connection做回來的 其實我無意 再踩入 黃家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 黃家他自己 胸有一副熱石 他是繼續想 坐回現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就是正如某街 哪個議員 現在都站出來選 一樣道理 不過我免得踩下去 對不對 但是你說黃家 他 現在 叫做有這兩個幫手 底下 叫做好一點 隱瞞上面 等一下又可以再詳細討論 就是說 這兩個組合 就是 叫做米希達恩再加 奧巴美揚 是不是都叫做一個 對阿斯特有一個 非常之大幫助的方案 但是你說 黃家其實 是不是應該有些地方 他自己都要考慮一下 就是說 就算有這兩個幫手 都不夠 就是他自己都有一些 變化 比如我們剛才說的 薪酬結構那裡 其實 你阿斯特如果 還保持著現在 這個狀況的話 都很難搶人 和留人 其實 現在你搶的球員成績 或者領隊的魅力 人工條件 所有事情 其實都是要 配合的 就是你很多飯事都要的 你的藍圖 起碼是領隊 你奧巴尼的領隊 OK 那就是個藍圖 對不對 其實現在 我相信 當然 如果以阿仙奴的狀況 來講 他可以夾到 米希達恩 和奧巴美揚 都OK 我覺得 不過又是那句 奧巴美揚 不是說他不好 沒有 但是他也可能 和山城市的狀況都類似 可能他的踢法 和他這個 年紀 也可能 兩三年 貨幣 其實他是年輕 一歲 那麼大 是啊 他也是年輕一歲 兩三年 貨幣 不是年輕一個月 是啊 兩三年 一個月 但是對於東門代來說 是好刀 絕對好刀 如果是 據報的那個 價錢 因為你想想 夏天 放來放去 放來放去 或者不要說他 去年 其實已經放了 想放了 但是 歐巴美揚 死都說要去皇馬 但是 其他刀他不想要 中超不想去 然後 AC要 他不想回去 其實說來講 他只有兩三代 也是 沒錯 那 其實我想 阿仙圖 暫時來講 Malcom那裡 又比較 變數大一點 因為 波爾多本身 就不想一月放他 那現在剛剛 波爾多好像又換 這個 教頭 那我想 就 雖然Malcom現在 就好像私底下 就開始 跳一下 那些組織舞 然後然後 當然有機會 起碼有機會跳 英超 但是 我看法甲那邊 那些記者反而 又不太看好Malcom去 阿仙圖 我想你也看不少法甲 你也可以比較 忠肯一點的評價 Malcom在波爾多 是Sharp的 但是他的表現 算不算是很穩定 以及可以駕馭到 英超 我現在害怕他 因為他始終是類似 一種 巴西球員的特質 就是說他個人能力很強 甚至射門能力技術 都有 但是問題是 他合不合到 這個是很關鍵 因為我絕對明白 大家都明白 現在很多 南美球員 或者巴西球員 英超都可以 但是問題是 我擔心他 是像 舊式的巴西球員 打英超 或者打整體 就是兩體 反而 你問我 馬琴 可能去西甲 可能會很少 我想說一個個案 我覺得 有一個巴西逸風 一直以來 都是 停留在他自己下落的聯賽 而英超發展 都是 叫做 有一些他自己的原因 就不知道他跟 Malcom有沒有可比性 是 Anderson 是 你怎麼看 Anderson 很多人 Philip and Anderson 其實也 其實不差 但是問題是 我都 我覺得 有些巴西球員 他都明白到 自己的特質 未必可以承受到 英超的對抗性 或者是 體能 或者整體 其實如果你看回 當然我們現在看了很多成功的例子 但其實 失敗的例子也很多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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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我講了幾 為什麼重要的事情 我講了三次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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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安達神 當日被譽為 新的Long Latino 的安達神 然後去了曼聯 但是變了一個很平庸的 一個 防守 串連 打後的中場 大哥 他的靈性 他的國內叫靈性 或者 那些個人的技術 全部都沒有了 是廢了 我看一看安達神 他在曼聯 最downfit 那一陣子 踢了一些球 他我想是一個球員 戴維斯 對 反而像戴維斯 多一些 因為他開始 那個踢法已經完全 完全 變了 脫離了我們當初的想像 是啊 但是當然他後來 之所以無以為的原因 也是和他 一方面在曼聯的訓練 傷病 個人的脾性 個人都有關 是啊 這個也是一個 令到大家都覺得 所以巴西球員 有好 也有不好的地方 是 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抵受不了 太整體的東西 然後就令到 或者壓迫太強的東西 也可以埋沒了他的天分 譬如 奧斯卡也是一個例子 你說他不好嗎 他又OK 但是問題是 現在 我覺得奧斯卡 是沒有了當初的那種 的靈性 這件事情 一定是Memorial Memorial留得他 也就變相改造了他 當初他被 記得他的新翠號叫什麼 叫做新卡卡 是 他的踢法 他的特質 也就像卡卡 是 但是後期 就變成了 防守很硬正 餅飽飽飽 但是問題就是 變成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了 沒有了那種特質 還有 又比過往的那個 更早是回防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 說回阿仙奴 說回阿仙奴 這個deal 如果真的OK 把米特安 和奧巴美洋 過去 其實是否合打呢 我覺得 如果 不太頑 不太差 我想 首先 我自己很希望 反而阿仙奴 可以爭取到一個爆點 但是 你說 奧巴美洋和米特安欣 又是否 這類的球員 其實又不純粹是 爆點 是 他們更加 是 多打一些 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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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快速 我想 尤其是 如果奧巴美洋 加拿卡 錫迪 應該是一個值得大家期待的 風扇組 但是 阿仙奴 現在的死症 大家很明顯都知道 都知道 在賣什麼人 沒錯 其實大家看公海的阿迷的意見 大家都是眾口同聲 是 換一領隊 哈哈 好慘 真的 再一次在這裡推薦大家看 冰工廠世界 是 是 哇 告訴大家 你聽完之後 完全感受到阿迷那種絕望 但是他們是用一種 很 稀少露馬的方式 去表現出來 是 我想阿仙奴其實 老實說 如果真的要解決的 其實不止這些位置 不止這些位置 老實說 你整套戰術體系 我都是第一天說的 那個問題 你不要再圍著哈加鐵 不過上個星期 那場書 班尼華夫 其實看到整個阿仙奴 重複同樣的問題 而且最慘的是 看到那群球員 那個時而是 完全被人追回 還在發紧 我都在想 怎樣呢 可以怎樣呢 可以繼續怎樣踢呢 完全沒有的 完全是沒有人 以揮 或者對中做一個問題 都沒有了那種我們叫什麼 心氣 還有呢 阿仙奴現在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鎮中沒有一個大佬 可以 蓋醒那群隊友 喝令那群隊友 叫那群隊友 醒一點 防守好一點 或者我們要多按一球 現在是沒有的 現在是 我覺得存在了很久 不過我想都 算了 無際於是 也都像他們所說 我想先換了架頭 大家看不到球隊 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就算你說 我掛了米斯連打回來 我掛了沙爾回來 對吧 你做多少這些外圍的配套 都很阿仙奴 現在 你不換領隊 看不到未來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但是問題就是 還有一年 還有一年半 還有一年半 那又回應一下 聽眾的一些講法 或者一些意見 聽眾說 沒有山Sir 又沒有入球 我覺得 進攻套路 都要重新設計過 你生齊事 其實你看回他這半季 在阿仙奴 都不是最重要的 都不是特別好 沒錯 是吧 另外 有些聽眾 反映回 看看這個 這個comment 這個人很有趣 他說 屎雲屍今年不得了 是不是可以說屎雲屍 這些是去到英超 中下游 那些球隊 那些隱瞞的情況 那 我自己覺得 屎雲屍是太貪 他說要借加坦 加美路馬替會 那些材料有味 是不是 這些不現實的目標 是不是 那另外 就說 阿迷寧願要 李策李神 是 我自己敢看李策李神 他其實 現在踢落在 一幅突陣逆風位置 是 但是他將來打前頭 不知道 肥叔你跟你們 他可以的 我覺得 其實他踢出來 入到禁區那一刻 我覺得是不錯的 這件事 可以考慮 將他擺箭頭 其實 是 所以我想 這些 轉會的動向 大家可以保存一下 尤其留意 每天的報道 絕對 當然 大戶 今年 冬季轉會槍 肯定是巴塞莫屬 不用選擇 一定是 但是 最近 由於王馬 上星期 又贏不了 又贏不了 還要輸給維奈利爾 我想阿丁應該很開心 當然 沒贏過 很多年都沒贏過 再去到巴牙貝 是的 但是 我們上次 之前說的 全部看到的趨勢 就是覺得 現在 斯丹怎樣 口硬都搞不定 現在 就是你 賓司馬 還要留隊 死人 也不放 還有 他說 不用買那樣 不用買那樣 但是 王馬 叫他爭兵 麻煩你爭兵 買人 那些結構性問題 我也想說 純粹是賓司馬 也不是他的問題 如果你有看都知道 其實 卡斯米奴真的不行 尤其是 尤其是說他的 我想是幾乏性的 防守模式 其實 斯丹又很疼他 他有幾堅持 求他需要一個這樣的 中場加強的 所謂的 防守或者雙體對抗 但是他 在位置感上面 尤其是你看 他怎樣去 彌補左路的漏洞 其實做得很差 是 他還未夠火候 我只能說 相反 雖然看著 你看到 巴塞的保連奴 無論是攻守 兩端都在幫忙 然後還好笑 國內有個 講笑話 就說 巴塞退貨 叫淘寶 恆大淘寶退貨 山寨 明明買了中場 你不斷入球 搞錯 這個幽默的說法 告訴大家 你看看 我買了早年 保連奴 四千萬歐 又入球 中後場 又做到 還要跟美詩 眉來眼去 經常 美詩 他又交給美詩 入 美詩又交給他入 多好 對不對 保連奴的價值 不純粹是貢獻後場 尤其是中前場 我們之前的節目也分析了很多 對不對 皇馬 我想 皇馬整個骨 都要換 換 但問題是 你看看他的 紙會新聞 都是傳了一個 不以包的機拍 是 因為 都傳了很久 皇馬想簽他 甚至連看測都說要做 現在就等了不以包放人 但是 斯丹的口氣都很硬 都是說不想買 是 不要看到那個 前景是怎樣 除非 但是斯丹這樣硬發 只是害死自己 我只是看到 有一個戰術調整 看看斯丹會不會 嘗試這樣做 三後衛 是 索勝兩個 逆位推前 沒錯 中前場壓迫 後場 又叫做 三個 中堅 可以 穩固一點 防守 那方面做好一點 當然 你考慮到的問題是說 可能怕那個 中後場的距離 又拉大了 但是我覺得 現在的皇馬 怎麼看也好 你 現在這一套 都不見得這個問題 是不存在的 與其這樣 你倒不如就中前場 罩住保護後場 也試試 沒錯 都是一個套路 不過我覺得 斯丹也不知道敢不敢試 是 都應該要笑 但是 還有他最慘的前場 現在 不要說不先馬先 完全是 你知道斯朗 現在 和 早兩年比的活力 很多的能力都跌了 還有最慘的是 他拿著 他狂射 又開始 自己 不斷射 一個人射 十一腳 不斷射 不過 他有時候看這些 不太順風的球 都是一貫這些表現 不過 我說多一點 有聽眾 反映 就說 三後衛 拉莫斯 都是死的 我覺得 拉莫斯現在 踢雙後衛 還死都差 你不要說西班牙 你今年西班牙國家隊 我也不知道 我正常地說 其實有很多人 跟我談 西班牙很大 四十杯 應該OK 但我說 其實西班牙 很多位置都OK 唯一只有兩個位置 不OK 就是中堅 那兩個 一個 沙徒拉莫斯 還有一個 壁基 兩個 拍在一起 應該死快一點 是啊 沒錯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西班牙最大的 引誘首先就是後場 對 尤其是有很多 那些原本是 優勢的 那些關鍵位置 有很多都老化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不過 黃馬來講的話 不要說西班牙那麼遠 說黃馬來講的話 可以嘗試想想 看看能不能做到這些變化 但是長遠夏天 中堅位 中堅位 然後 前鋒位 那些地方 是要買的 沒有得避 但是 現在甚至有傳說 你們開價 斯朗可以賣的 還有斯朗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夏天已經搞了 又說不開心 又說什麼 又說七的 這個人經常都是這樣 然後現在又說 喂 你看美斯續約 你看 這麼高人工 你看來買PSG 這麼高人工 你看我 他現在就是這樣 我傾向黃馬那單 就不是真的說要賣的 而是什麼呢 你留意回 流出說黃馬想賣 斯朗這單消息那個 就是Sky Sports的那個 西甲那個記者 是 很出名的那個西甲專家 好像是很厲害 但是這個人 一向來講 如果是報巴賽料 都還可以聽一下 但是巴賽以外的資料呢 真的不好了 我覺得就真的一般 而且其實很慣性的 斯朗總是在一些 敏感的時候呢 就會有這些動作 搞事 每年夏天一定傳話 花萬年一次 沒錯 然後然後每年夏天 總會有不同的事件發生 一會兒又說你的稅案 搞到他 說想耳慶難生 又說不開心 然後一會兒說 黃馬那些足球氣氛 都是沒有以前肺甲信的時候 那麼開心 都是說要走 是 什麼理由他都做得出的 連連都說一次說要走的 喂 你不看得驗我都悶了 我不明白 為什麼還有一些本地的媒體 都還拿這件事來講 有什麼好說呢 斯朗說要走 我不相信 老實說 反而我反而反過來 我覺得 是 反而是他經理人搞事 就經常在那裡放放 然後就生氣 PSG快點出手 他想走 從以後路 其實反而是他 放風的 我都覺得 就不是斯朗本人 所以我不知道 斯朗之後的路向又怎麼樣 但是 每次 他跟黃馬逐約都說 說 我都在黃馬退休 其實黃馬是願意讓他退休的 剛剛 其實是逐了 現在 他願不願意拿到 他拿不拿到他自己喜歡的工資 但是你每次都搞這樣的事情 我想佩尼茨自己心裡 都算好數 都知道你是玩的 特意 其實如果在黃馬角度 他覺得 喂 我已經給了最好 你已經32歲了 我已經給了最好的offer 你 喂 等你 這幾年了 其實你這個年紀只有這樣 只有跌 是不是 多多少少 跟他的身體有些下話 是有些關係的 我覺得 再加上世界盃 又要收一下有 有些聽眾就說 有他走 他還可以去哪裡 其實老老實實 這個世界會收用他的球隊 大家 三五隻手指都算了 還有最慘的是我們那時候說 聖日門是沒有標誌性人物 就是沒有人 現在又來馬 現在又來馬 也不用求你 萬成也不會要你 你去哪裡去 所以其實都是只有一個趨字 我也覺得只有一個趨字 我從來都不是很認真看待 施朗這些新聞 施朗也是只有一個趨字 但是黃馬要換 就是換血或者骨幹 就是勢在必行 我覺得 當然 現在他們還有希望 就是 將主力放在杯菜那裡 尤其是歐冠 這件事情當然要看看接下來怎麼樣 但是我現在這樣看 起碼他不增兵 其實那個形勢也挺危 看看你怎麼理解這個危法 其實我想現在 黃馬唯一要考慮的就是 西甲大家都知道 西甲大家都知道 西甲不用想的 你對手是PSG 我想 都要想一下 這場球是怎麼報復的 又說回 除了黃馬 這個所謂施朗的風波抖分之外 是不是近來還有一宗更加軍動的新聞 就是細少退休 細少退休 其實大問題就是 你知道今天我看到新聞之後 其實我已經 根本已經消化了兩年了 兩年前我跟大家說 他已經退休了 沒錯 那些人說 不是啊 他都沒有官方公佈什麼 我說 你看他沒有下班 就是不下班 或者沒有球會下班 周圍去踢那些元老賽 你都知道他就是退休了 沒錯 我所謂的退休就是 他真的從最頂級聯賽的水平 那個戰線上退休 當然他繼續都會 出去搵石 踢表演賽 周圍要親善 有以後路 一定會的 但問題其實 早兩年 他已經在庫明尼斯 一不踢之後 其實根本都沒有班 沒錯 沒錯 所以我跟很多人說 其實細哨應該是早三年前 應該是四、五、五那兩年 其實那時候 一不踢明尼路 應該是中超 當時中超 還沒有像現在這樣 就是 球隊那麼多大搞 或者買那麼多當打的 好像奧斯卡 他賺錢規劃就不是那麼厲害 他大哥差 他大哥差 他大哥就是他的經理人 但是問題就是 當年如果他大哥肯幫他接些offer 其實他應該可以拿天價 應該兩兄弟都不是很勤力的 算了 算了 錢你又賺到盡 名字你又有齊 真的沒什麼所謂 但不是 那一刻其實還想看一看他 看一看他 踢多一兩年 而且最重要就是 他 他踢的比賽都賺不少錢 但是 都想看一看他 那些真正的比賽 那些魔術 那些比波 那種 那種藝術性是天生的 那種藝術性 就是不能學的 很兼奮 其實你看巴西這一代的進攻球員 你說敢於在比賽裡面去挑戰對手 玩東西 玩東西 其實大家都還有這些 叫做進攻球員 比如像尼猛 或者Gibby Jesus 都有這些 但是問題是 他那個 首先我想是娛樂性 那一定不會夠 世哨很厲害 第二 我想是自信 世哨這份自信是 很與生俱來的 你說 對上 那個再早一點的領導 譬如你看某些球員 好像查明霞那些踢球 那些就直接去到爆棚 但是你說 不要只是說那個動作的娛樂性 只是說那個動作本身帶出來的那個 實戰效果 是的 不夠世哨的 世哨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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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背脊又交到波 對不對 接著最記得他在巴拿 不是他在老型 接著在邊線上 挑挑挑挑挑挑挑 挑過不二包兩個後衛 哇 我這次玩到你了 是啊 沒錯 再不是你就又再追溯那場 國家打給你第一場 是啊 那場厲害 那場是 班牙貝的球迷就站在那裡拍手 站在那裡拍手 那場我想是 令到很多人 是真的打下了那對世哨的樂印 因為 我想香港球迷對世哨最有印象的那場球 其實應該是這一場的 是 但是有些人 第一場對他建立印象的開始 應該是英格人的那場 那場 因為 世哨那場 那場就不僅僅是那一顆蛇 整場比賽也是可以 李華道入那個追情平手 那個球也是他 光黃四蛇 也是看到他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一屆巴西 其實大家三丫流輪著來 輪著來 是不是 但是世哨那時候 他球會 他還是在看PSG PSG 那大家沒什麼看法甲 沒錯 所以你說 你要看世哨在PSG的演出 沒有什麼人留意的 是 是真的要去到他 03 04 是 就是去巴賽之後 巴賽 巴賽 才開始正式留意這個球員 那這場球 我想是 那一代人在西甲的一個見證 沒錯 所以我想 世哨就 現在 樂得清閑 他什麼都在做 甚至乎 巴西政客的宣傳 他都走去幫忙 現在什麼都在做 是啊 沒錯 但是他當年 其實你想回頭 巴西 其實他出生的地方 那裡 金美好 那個所在地 叫做 波多亞利格 其實叫做 阿雷格旅國 格旅里港 其實那裡 巴西南部 其實它是一個異數 大家知道嗎 我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巴西南部 是很少出好的攻擊球員 通常出了龍門 中堅 防守中場 有很多人 但是前場還要出一個 天分那麼高 簡直是 我只能夠說是一個 天送給巴西的一個禮物 很厲害 其實他大腦也不差 當年他大腦 八九年的時候 開始打世青杯 那時候 他大腦叫阿絲絲 阿絲絲 但問題就是 他大腦太早在歐洲 那時候可能賺錢 養家 就去了瑞士 葡萄牙 踢了一會 但是不是很大的成就 是唯獨他 比大哥更厲害 但是他 其實他的樣子 都很像 都是 都很像 不過我想 不要說歐洲 或者全世界 巴西 你似乎信應 現在的現代足球的潮流 再製造更多的勢衝 越來越困難 我覺得難 絕對難 所以 其實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尼瑪 就是 尼瑪 當然 我看巴西球員的年代 的時候 會比大家早 例如 我在 你剛剛所說的 細哨 其實我有髮甲 也有看他的 沒錯 那時候也有看很多 就算沒有整場比賽 都有一些 大的精華 就是比較多比賽 還有 甚至當時看巴西的聯賽 或者南美的杯賽 其實巴西 如果你說尼瑪 打的那些球 跟阿根素 現在打西維爾 其實 你會看到 山道市出來 他兩個人 正是打回當年的足球 就是 玩東西 玩到 尼瑪 跟阿根素 眉下眼 玩球 拆球 然後過完你 最記得尼瑪過完 然後就站在那裡 好像當年的嘉年茶 站在那裡 等候衛過來 又再過多一次 然後 賽後 訪問球員 那些球員說 我一定會誓你 下次會不會給你面子 你不要以為你好球 講明誓 因為尼瑪是玩到這樣 但在巴西人的心目中 其實這些 玩這一波 其實是很賞心如目的 亦都可以這樣形容 就是 這些是巴西人理解的足球 沒錯 在歐洲 在沙圍 叫什麼沙圍 就是罵尼瑪 不要玩 叫什麼 在後腳 尼瑪過的球 那時候沙圍還還在起球隊 就說 不要這樣 尊重對手 但其實巴西很隨便 就是 尼瑪過的球 或者過球 這些是隨心所慾的一個行為 我這樣理解就是 就是說,香港也好,甚至乎是這個世界大部分的球迷 現在大家的足球的重心都是泰國偏向在哪裡呢? 西方世界,歐洲 所以其實大家連帶對於足球的一些審美標準都變化很厲害 Dave Shen說得很對的 現代足球就是導致到全球的足球一體化,甚至變歐洲化的時候 接著就變了深波足球越少 這個功格是單一塊的 這是對的,我們不能夠改變世界,改變潮流 但是,好像Eric所說的 如果大家有看《球王比利》那部電影 他講得很對,那個叫Jinga 其實是一種踢球的態度 巴西人踢球的態度就是享樂,享受 這個過程 其實以前 當然現在的勝負和錢很重要 現在就覺得一定要贏,一定要拿錦標 但是以前的態度是 起碼是娛樂觀眾和自己踢得開心 就是要這樣 他不是不贏 但是他贏得來,你進三球就進四球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當然大家說 防守 不要失球 不要玩球 現在大家的態度就是這樣 很容易理解的這件事就是 歐洲的足球是合理 就是我用合理兩個字去形容 歐洲足球是 你由他的戰術的演變 以至大家的足球思維都是這樣 但是合理的足球呢 是不是大家真的喜歡看的足球呢 我自己都 有時候我看很多人的一些說法 就是說 喂,那你的球迷都主動給錢 走進來看這些球 消費者的選擇已經告訴你大家喜歡看什麼 不是 老實說 那些球固然 商業化得沒有那麼厲害 他不可以走進大家的大眾視野裡面 那是不是代表那些球是真的沒有他的那個可以觀賞的地方 沒有他的那個價值呢 是不是 那我覺得 至少到今時今日 我又覺得 就用一個所謂消費者的邏輯 來理解 你歐洲那些一線大球會 最後要買進攻的核心 又是南美洲 是啊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哪有今天山程氏走來聽曼聯的故事 又為什麼會有尼馬二億 又為什麼美斯又這麼高身 蘇格萊斯這麼貴 最後有些東西你不能夠抹走 你說 沒錯 歐洲在足球那裡的話語權力很大的 但是最後在這個比賽裡面 由個人能力去決定戰局那一下 不是一樣是由南美球員去做主角的 所以 其實如果大家有記憶 就是高魯夫在二十年前 說的那一番說話是對的 他說 其實只會踢街球的足球才會需要球王 他說 在歐洲是不可能再需要球王 嚴格上在後面 他不是說斯丹 因為斯丹是踢街球的 其實斯丹是馬賽踢街球的 也不是街球 也不是街球 也只是街球 也只是街球 是啊 未來的球王 只會在南美洲找到的 就是他的說法 其實我是贊同的 因為當然我也覺得 這個也是只有南美的環境 還有他們的景況 其實我也贊成的一件事 比如我講開又講 比如有一個球迷 有一個聽眾 經常問我 我經常不記得回答他 他說 是否穿球布 腳 是否沒有鞋 即是南美球員 或者很多踢街球 沒有鞋 其實會對踢球更加好 技術發揮 絕對是 因為那些人 甚至如果我們自己的踢球 你看一下 是否你穿白飯魚 或者你 即是球感 腳 和球的接觸面 接觸點 會比較貼的時候 是最好的 絕對是的 一定是的 不過 因為現在的地 你又怕腳損 你又什麼 那你就穿鞋 或者穿很厚的鞋 其實如果你想想 人家那些非洲 或者甚至南美洲 沒有鞋穿的地 他們全部 從小到大 但是那些多好球 五星子 在一個狹小的空間 如何踢球 對於那個 創造力 對那個空間的理解 其實 南美人是有自己獨特的想法 即是 如果你這幾天有看 PHC自己 有段片 練播片 尼瑪那些典型 巴西人 就是平時玩的那些tricks 即是他們在街上 因為我也試過 我有沒有告訴大家 我幾年前 這麼巧 就在上環 碰到幾個巴西的model 即是藍 全部很帥 很高大 很科 在那裡踢球 我一看他們踢球 就知道他們是巴西人 然後我走過去問他們 他們說 我們是巴西來的 我們來這裡做三個月的model 即是他們三個月簽證 可能日本 韓國 然後香港 三個月 三個月這樣做 然後就在那裡踢球 就在籃球場 裡面在那裡踢球 那我就說 我跟他們一起玩 哇 跟他們踢球 踢了幾次 因為他們告訴我 我逢是幾次去踢球 真的不同 他會 單對單 大家會 挑剔 總之你單對單 我要怎麼過我 我要怎麼防守你 一定是單對單的對抗 即是我們經常說 現在的爆點 你怎麼要防守他 你怎麼過去 你一定要想 你一定要想 或者借隊友過招 或者撞牆 即是你 好像Edwin說的那些小球 就一定要這樣踢 想像力 沒錯 也是這樣練成 我經常都強調 如果你看球員防守 其實防守永遠是跟進攻去練 沒錯 如果你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你每天練球 你是對著這樣的對手 你個人的防守 只不如練 真的會有彈聲 真的會 對 所以其實 這個是南美足球的 獨特的 存在的價值條件 也是有這樣的土壤才有勢勢 對不對 那說一下亞洲球 亞洲球 說一下亞青杯 亞青杯 亞青杯 今晚已經打了 分組賽完了 沒錯 其實今年的亞青杯 相對著目度 大了 因為其實是第三屆 第三屆 因為2013 2016 2018 第三屆 其實今屆 在中國 大概應該是 蘇州附近 或者南京附近 是在那裡舉行的 有什麼常州 那些地方 但是中國隊最終 一勝良苦 就出局 還要輸給卡塔爾 那一開始 大家都猜 其實會不會 幫這個中國隊 卡塔爾 都會賣個帳 和也可 至少 甚至輸給你 是啊 但是對不起 他落後一球之下 還要反勝你 哈哈 其實就 反映到兩 當然 贏了第一場之後 大家都知道 過去的媒體 尤其是 中國中央 立即站出來 你看看 我們U23的政策 是不是走得很好呢 你看看 立即見成績 三比利亞曼 然後 之後 兩場 輸了之後 輸給烏茲比哈 一硬一點 厲害一點 輸給烏茲比哈 還輸給卡塔爾 立即那篇文 都刪除了 當然 在國內 這次 我真心覺得 媒體做得很對 為什麼呢 因為 一開始 有很多 口珠不發 有部分 說 搞錯 西亞球證 這些球證 不幫我們 偏幫對方 然後 又罰我們出場 有什麼有七 但是 有部分 很正面 很反思 這件事 其實說得很對 就是 第一 你為什麼要罵 那些年輕人 為什麼會衝賣 球證 因為 國內有些媒體說 喂 那些年輕人 沒有理由衝賣 那些人 這麼不冷靜 怎麼可以的 你踢球 應該要有禮貌 裁判 控制EQ 但是 有部分媒體 尤其是 那些 球評人 都說 你有沒有見過 山齊士 有沒有叫古天堂 衝賣球證 去罵嗎 你有沒有見過 那些人發火嗎 這些是比賽中常見的事情 這是比賽的一部分 甚至 我覺得這件事 是OK的 就是 不要打球證 最重要是不要 打人 或者傷害人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但是 你說投訴 或者表示不滿 我們 都覺得是對的 其實我 反過來說 這次媒體 去幫口 好事 為什麼呢 其實中國有部分 有很極端的 就是 記不記得以前 那個年代 所謂的 國海東 凡志藝的年代 就太過分 球員都很兇 那些人都很兇 就直接追蹤 抬口水 踩球證 打球證 打球證 都很兇 那些東西都很兇 那些東西太兇 那些東西太兇 那些物極必反 令到 當時過海東 都要瓦灌盃 佛庭賽 現在呢 就太黑制 什麼都說 誒不行 禮義之邦 不要這樣 不要有情緒 其實人怎麼會沒有情緒的 你偉而之邦這個說法 你要突然套在足球場上 很彈牙 我現在不是走來身體推葬你球證 我現在只是 反應不悶 反應不悶 正如你剛才說的 這些是比賽的一部分 你沒可能見到 如果一個球證在那些裁決上面 出現一些不力 你判決的時候你完全無盡於衷的 是 你不要說你自己的對手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你要啞忍呢? 我覺得反而你這個moment 你提了什麼禮儀之邦 這些是假道學的一些想法 這些說得俗一些 叫什麼? 假的衛道支持 或者假的禮儀 假道學 還有有時候反過來 還有一樣東西就反映到 其實大家要理解背後 譬如為什麼會輸 首先就是說 這次 完全不跟我覺得 是不否定U23的政策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告訴大家 其實你看看這次的日本隊 簡直說明是用勢兩三年 現在的部分球有些十九歲 加強那個年輕球的流動 日本是很流行的 其實這個應該是學的 就是說 中國是反過來的 盡量拿最大的優勢 甚至是報勢數 要你說出22U23 我出了24U25的報勢數 中國是為了拿成績 通常會反過來的 但是日本隊 其實你留意 2009年 東亞運動會 記得東亞運動會嗎? 記得 其實當時日本隊是派很多年輕人過去踢的 是很多 還是在高校 在踢高校的球隊 或者甚至是 譬如當時的大碑勇雅 在綠島預備組 他都沒有提升上一隊 其實當時日本隊 你要討論日本隊的原因就是 他們試的比賽 不是說不碰杯 不是說不爭錶 但是他要有一個目標 就是我要派 更年輕的人 或者我要派那些人來 我要達到一些目的 就是訓練的目的 這個是年輕球員的過程 誰沒輸過球 誰一定是拿了冠軍 一定是西青杯你拿了 奧運又拿 全部你拿了 沒有的 在年輕球員的過程 是必須要讓他接受挫折 接受一些劣勢劣境 如何去經歷這件事 而他才有機會去 經過這些教訓 經過這些磨練 才有機會成長的 現在問題就是 中國的球員有這個問題出現 最慘的是 人家卡塔爾 原來這幾年 其實早十年前 已經有一個政策 大家都知道他們走過政策的了 就去非洲 找一些小孩子 你知道非洲最窮的嘛 好了 他們就設些訓練營 設些去找一些人才回來 如果小孩子還可以的 苗子還可以的 就跟他父母說 OK 我們現在喜歡要培訓你的小孩子 你過來我們國家 就變成年輕的僱傭兵 變成連父母也給你席席 就過來打工 我幫你找工作 然後慢慢試驗 你就入籍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原來早兩三年前 卡塔爾已經行一個政策 就有一個基金去培養 這些年輕球員 譬如他甚至 在歐洲找一些 比如給李時的甲組 有一隊叫奧班 就是 錢我出 條件我出 你什麼都不用出 你給我一個名額 我放兩三個球員下來 去跟操 你有機會覺得他OK 你就給他機會去踢 劃麻他 就是這樣去令到他有部分球用 其實在歐洲 或者甚至在大 就是踢甲組比賽 的經驗的磨練之下 其實這班 如果大家又看卡塔爾對中國那場球 你看到卡塔爾那班人老練很多 而且甚至乎 在身體對抗那方面 對的優勢 再進一步去發掘出來 今時今日的中國 還在講 我們那個 U23系的 亞洲的定位 應該是怎樣 其實怎樣爭論都好 仍然是很完美答報的 是 你說在黃種人的 区域裡邊 你永遠都只是 站在一個所謂二線 一線就一定不到你了 但是你站在二線的原因 只不過是因為 你的身體質素上 比泰國 東南瓜那些 所以 就跟北韓仍然 還在同一個 ranking 裡面 沒錯 但是你說 你要再做一步 再上去 跟南韓和日本競爭 你那個競爭的條件 跟陰勢是什麼呢 我暫時去看回 環顧這十年的很多 討論 仍然是沒有一個結論 在那裡 因為卡塔爾 大家都知道 他仍然是 《西日杯主辦王》 他們其實是 早幾年已經開始 根本他們 已經是為了這件事 做了很多功夫 這是很大的工程 其實是很大的工程 其實他們 我預期 他們接下來這幾年 整體的國家隊的成績 應該會冒升 甚至他們也有說到 譬如很多 CG 就是人才的教練團隊 或者甚至人才 都想著 其實他們很想請 郭迪奧娜 當然 我想現在 曼城 一定是 抓住郭迪奧娜 但是他們一直都想請 我相信 他用了兼職的態度 去給他們 你過來幫忙 看一看 對球 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一直 還會 或者是 有朝一日發現 哎 我教球會 教國家隊 都已經覺得 我都沒有什麼 興致 因為什麼都教過了 是 索性你整個國家 丟了給我 去搞清廢 搞清廢 整個國家 丟了給我 我就是這個 總工程師 就這樣玩 都非常不可的 所以 今次的U23 去檢視球隊的成績 除了成績之外 其實你很看到背後的政策 其實卡納爾一樣有 好像中國 U23政策 其實在聯賽中 大問題就是 你如何履行 你看到有一點 的分野就是 大家要反思一下 就是 你中國的球員的出外 就是去歐洲 那些是否真的去歐洲 其實 我們整天都在節目講過 無數次 去浸過鹹水 過一過冷河半年 一年半載 然後回來 就去中超中甲 就拿高薪 就是這樣 你真正磨到什麼回來 你拿到什麼回來 完全不覺得 對不起 沒有一個完善的規劃 可以這麼說 還有最慘的就是 這件事也很實在 就是說 你中超現在拿的人工 你歐洲隨時拿到十分之一 也不止 有些球隊 你打的球隊也不是強 那你也要考慮一下 球員的待遇 所以現在也有一個 密極必反應的道理 就是說 現在待遇太好 也會害死了 整個國家的足運發展 這個跟俄羅斯也很相似 是的 你俄超本身的條件 又太過優惠 令到很多俄羅斯本國球員 到現在為止 出國率也是很低的 不肯出 為什麼要出呢 是啊 沒錯 為什麼要出呢 最近說 想過英超發展 是隊長的史摩洛夫 是吧 但是 還是得過全戰 當然 一來打球會 所以他覺得 搞錯 打中下游隊伍第二 那個待遇 我俄羅斯 做大哥 巴茲幣 我很多錢 我幹嘛要過去 對不對 所以你想一下 其實 如果俄超 俄超打得 即是說在俄羅斯 最好球 就是叫做最後最好球 出外國的叫艾沙雲 對不對 都全響了 以及基沙哥夫 那兩個 已經全響了 然後那些 那些 我實在說 如果想回頭 這件事 俄超 尤其是俄羅斯 我膽敢說 如果艾堅菲耶夫 那些 或者比利索斯基 那些 那些球 如果當年肯出外 他們的成就 或者他們在國家隊裡面 必定會更比現在好 你看艾堅菲耶夫 越打越差 現在簡直是 看到高波都縮 最搞笑的是 那次是打破紀錄 說他終於不失球 在勾戰 說他終於可以保持不失 阿紀菲耶夫 但他始終叫做俄羅斯最頂尖 那批 他到現在為止 表現怎麼差都好 他仍然會留在那裡 難道不要他 怎麼可以不要他 看到俄超的人才 所以我都覺得俄超 或者叫做中超 其實有機會是佈這個後塵 其實是 其實現在國家隊都像的 大家你看看 U23也好 或者大國腳 如果你說真的 廣州不大國機 就老化了 例如高林 鄭志 扶宵廷 退下來的 或者沒怎麼打 你看我們國家隊 像什麼樣子 什麼人腳 你想想 沒錯 還有一些聽眾留言 就說法國的Beansports 就說曼聯今晚 會有兩大的消息公寶 我不知道其中一單 是不是摩尼 摩尼做一 三齊線 我不知道 不過提一提聽眾 Beansports 其實講PSG的資料 就會較為卡塔爾 因為大家都知道 Beansports的老闆 其實卡塔爾 都是PSG 對 但是曼聯那邊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有一定準確呢 大家最好看多幾個 media source 再做半段 好 今晚的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